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九二外语网,就爱学外语 我是本次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大家可以叫我Dina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基础阿拉伯语课程第二次书 第十一课坚持是成功的基础,关于阅读的部分 那么在这一课的阅读部分呢,我们将会接触到三个小型的预言故事啊,在这里边 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故事啊,有哪些生词需要我们先学习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动物啊,动物的名字叫青蛙啊,这个名字 首先是它的单数形式 Diffdion 然后复数 HMA Diffdion 那么当个的指一只青蛙的时候,要用它的阴性的形式 Al-Wahidatu Diffdiatun 第二个生词叫公牛,名字,公牛,名词 好,首先是它的这个单数形式 Saurun 复数 Ajama Zuranun 这是它的复数形式 好,下一个动词,下一个动词叫脏气鼓起,充满气体 一般比如说叫鱼呢,就是姜汤的塞啊,充满了一个气体 或者这里面专门指的是青蛙啊,青蛙会鼓气儿,对吧 把自己肚皮啊,就里边鼓的全都是气体,这样鼓足的气儿啊,这里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词,它是 Yantafiha,然后现在是Yantafihu, Intafiha,这个动词 好,下一个动词叫做被撕裂的,被撕裂,被撕破的,这个是被动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动词 Temazzaqa, Ashe'u 那么这里边,啊,这个叫某个东西,就是被撕裂的对象作为这个动词的主语,啊 Temazzaqa,啊 好,下一个词叫狗,啊,又是动的名字 首先看它的单数形式 Kalbun 然后是复数 Ajama Kalabun Kalabun是狗的复数 好,下一个动词叫来,迎面走来 啊,动词叫走过来,这个动作 我们看一下 Akabela, Ela,啊,这表示迎面走过来的意思 那本身我们学过中间这个动词叫Gabela,叫接受,对吧,接纳 那么它其实现在经过变换成Fa来词形 表示就是像5什么什么走来 那么Ela表示所走向的对象是什么什么 啊,这里边 好,我们看下一页 这个动词叫摇动晃动和摆动 那么这里面摇动晃动可以指动物啊 它们的尾巴在晃动 然后还可以指摆动 叫比如说什么东西在摇摆在晃啊 这里边啊,这个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词 那么这个动词呢,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基物动词啊,然后后边可以直接接一个B语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词啊,下一个词叫气味啊,名词气味 好,首先看一下它的单数形式 然后复述 然后复述 表示的是气味味道 它这个词 然后下一个啊,再往下是形容词叫贪心的,贪婪的,贪得无厌的啊,这个名词 叫做这个有野心啊 是一个相对贬义的一个词,形容词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词就是 好,再往下,下一个动词叫许可,允许和准许啊,这样的意思 许可,允许 那么,许可,允许这个词我们之前也学过另一个叫做 对吧,允许干什么什么 那么这个词它更加偏向就是允许这个意思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词 那么这个用法就是说 表示允许某人,啊,又接在这个里后边 允许某人,然后叫做在什么什么事情上 好,下一个词叫做赶出和撵出啊,这个动作赶出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词 那么这个动词呢,它也是一个几乎动词 大家应该发现可以直接接上啊,某人赶走了某人这样子 好,再往下看 好,再往下看,下一个啊,动词叫轻视灭视看不起啊,就看不起,瞧不起某人啊,这个动词 首先看一下这个动词,它的这个形式 那么在这里边,表示说什么人轻视了某人啊,这里边直接接上闭语 再往下叫涉水,汤水,比如说大家就是在要过一个小活的时候啊,直接就过去这样子汤过去,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词 那么表示什么,直接接上汤过去的水了 好,下一个动作叫拾起和捡起啊,捡起什么什么东西啊,捡起什么什么 这个动词就是,是一个积物的动词啊,捡起什么东西啊,好,下一个动词叫遗失失掉啊,就丢了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东西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词 那么这个动词呢,它是一个不积物的动词啊,这样 好,下一个动词叫丢失,丢了啊,丢弃,浪费 那本身丢失丢弃,浪费这个动词呢,它的意思叫什么 它的意思叫做这个啊,它还有一个词叫taraka,有本身抛弃的意思 那么浪费这个词我们有学过叫啊,什么比如浪费时间有 或者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这里边我们看一下在这块我们学到的新的一个动词叫 叫做什么东西丢弃了什么,什么东西浪费了什么,这里边 好,那么这就是这个阅读部分的一些生词 那么下边让我们从头一起读一下,下边就进入到这个阅读的部分 تفضع 好,就是这种文字的文字 有点滞,在你的文字附近 一道成功 一道的 其他 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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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道 aces 好,那么这就是上面我们刚刚在这个阅读部分会接触到的一些声词 那么下面呢,我们即将接触到三个就是预言性的小故事 那么第一个故事就是 叫做什么青蛙和公牛之间的一个故事 好,那么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就是这个叫故事的第一部分 然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它是什么意思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那么看到了,这个主语是一只小青蛙 青蛙是小的 那么一只小青蛙它看到什么了呢 看到了一只很大的公牛 然后呢 这个东西表示忧伤,伤心了 然后这个青蛙呢就感到很伤心 而对自己 然后就说 为什么我不像这个公牛一样啊 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小 公牛那么大 然后接着 然后他就开始尝试 这个动词 这个叫做鼓起,胀气 对吧,鼓起来 就是努力的去吹气 把自己肚子吹大 那么他吹气 然后呢使什么呢 使他的身体呢变得 想要试图把他的身体呢 通过吹气变得像公牛一样大 而且他自己认为呢 他自己就认为自己呢 就已经变得像公牛一样大了 然后呢 他就去找 就去找他的邻居 而且对他说 快看我 我的邻居 我现在已经变得 像这个公牛一样 对面 大家可以记一下 叫做体型 大小 你看我的体型上 已经变得像公牛一样了 当然 这个只是他个人的想法 然后我们看第二部分 فنظرت جارتها 然后接着呢 然后呢 他的邻居 就看着他 然后就发现他呢 看买和什么什么是一样的 和什么呢 他并没有什么 太子的这个动词是 现在的 也就是说 看他并没有变大 并没有变 然后就对他说 你的身体啊 还是那个样子 那你呢 你还是之前那个样啊 你没什么变化的呀 还是之前那个样子 之后呢 他又试图再次鼓起了气啊 再吹一次气 这里边 啊 然后之后 还不幸的悲剧发生了 تماذق جردها جرد我们知道是皮 对吧 所以是青蛙 他的皮其实还是挺薄的 然后他的皮就 被 吹裂了 那么什么东西 从他这个身体里面出去了呢 指的就是他的灵魂 也就什么意思 这个动词表示是死了 然后最后一句话 就这样子 一个道理叫 那么那些呢 不满足 这个动词是 然后通常呢 他答复的基词是 某人满足于什么什么 B后面所接的 那么这个某人不满足于 B 叫做他和他存在的状态 也就是说 对于他当下的这个状态 就是某人 如果说谁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那么 就会备受打击 打击的主语是后边 就会被打击到 那么他的打击就像是这个 青蛙一样 也就告诉我们 凡事要量力而行 不要盲目的去追求 一些更特别大的东西 应该考虑到 自己本身的情况 然后寻找一种 属于自己的平衡 不是 只是说看到对方 看到别的东西 是多么多么大的 多么多么耀眼的 然后就去追随 这里 好 整个一下这个 小的这个故事 就是 这个一个小青蛙呢 看到了一只很大的公牛 然后这个青蛙呢 就独自的很伤心 然后就说 为什么我不能像这公牛一样呢 然后他就尝试着开始吹气 然后使他的身体呢 能变得像公牛一样大 然后他认为呢 他已经变得像公牛一样大了 于是呢 他就跑到他的邻居那里 然后对他说 快看我的邻居 你看我现在 在体型上面 已经变得和 像这个公牛一样 然后他的邻居就看着他 然后发现呢 他自己并没有变大 然后就对他说 你的身体还是那个样子 你还是原来的你 然后这个小青蛙又继续 第二次努力的吹气 结果不幸的是 他把自己的皮吹破了 然后呢 他的灵魂从身体里出去了 他就死掉了 所以呢 就这样子证明一个道理 叫做 那些不满足于自身现状的人 就会受到像青蛙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打击 好 那么第一个对话当中 他的这个就是表达方式是这样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个具体的这些表达方式 我们在之后 叫整体三个对话都讲完之后 然后再给大家进行梳理啊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对话啊 叫做白狗和黑狗 那么 Al-Kalabu Al-Biyadu Al-Biyadu 我们知道叫白色的 而且是阳性的啊 这个形容词 因为这里边狗 这个词呢 本身是阳性的名词 所以这里边啊 叫Kalabu 接着啊 这个黑狗就是Al-Kalabu Al-Biyadu 叫做黑色的啊 都指的是这个毛色 好 那首先呢 让我为大家读一下这个 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 我们看下第一个 这个部分 这只白狗走出 那么从哪呢 从他的主人的家里 那么这里边 就不再指的是伙伴 朋友 指的就是主人了 那么到哪呢 到街上 然后迎着他的面 走过来一只 走了一只黑狗 那么这只黑狗呢 是非常的 这动词 这个名词 大家记一下 叫做饥饿的 饥渴的 那么这只黑狗呢 很饿 在找食物 在找吃的 那么这只白狗呢 就发现了 就有呢 所有的 那么就说 他呢 有呢 发现着所有 他所喜爱的 这个 就是食物 那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 这只黑狗 因为他在这个 自己的主人家里边 供应着各种各样 他可以 他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就不缺少食物 所以这只白狗就跑回 跑回到他自己的家里边 就叫做拿着 或者闲着 就一般口里面叼着 叼着一块什么呢 就是 表示的是一块 意思是肉 所以意思就说 叼着一块肉出来了 这个动词叫 扔和抛 那么这只白狗呢 就把这个 就把这块肉呢 抛向了 然后呢 这只黑狗 然后就吃了 就吃了这块肉 然后呢 就开始 这个叫做摇晃 对吧 动 叫做他的尾巴 就开始晃动 摇动着他的尾巴 Shakran Li 表示 表达感谢 给谁呢 向这只白狗 表达感谢 然后呢 Lerre 然后这两个狗 A la Calabani 就一起去玩了 可以看到 这只白狗呢 很好心 然后去救了这只黑狗 然后给了他一块吃的 对吧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下一部分 这叫阿拉达 然后呢 这个阿拉达 这个阿拉达 这只白狗呢 就想要怎么样 回到他的家里边 但是呢 这只白黑狗呢 他就跟在他的后边 叫做跟随 跟着 跟在这只乎 就是这只白狗的后边 意思就是 他想跟他一起走 在他后边跑 那么当这个 A la Calabani 当这两只狗呢 靠近了 Mina al-bayti 叫靠近这个白狗的家的时候 Shemma 这个动词 Shemma 大家记一下 叫Shu 文 也就是这个 Al Calabani 这只黑狗呢 就闻到了什么味道 叫做 闻到了肉的味道 肉的味道 而且看到了 有很多的男的 还有女的 还有很多的孩子 然后进入到这个家里边 然后呢 就问这只白狗 就意思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样 引申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这里 是要举行什么什么场合吗 然后 这只白狗呢 就回答他说 这个端语叫做婚礼 也就是说 我们这儿有一场婚礼 那么是谁 大就是邀请的意思 那么大邀请 有很多人是受到了邀请 就指的是 表示说在这个婚礼上面 被邀请是 还有许多的这个邻居 还有很多的朋友 还有很多的这个亲身 亲属的人 这些人 好我们再看下一部分 看这个邀请的 看这个邀请的 媽 الذي سمح به له بدخول جرى الطباغ وراعه وأمسك به ورموه خارج دار ثمان 好我们看这个 然后接着这只黑狗呢 就跟着这只白狗到了他家里边 那么这只黑狗呢 它是一个比较什么 表现出它的特质 是一个很贪婪的一只狗 所以呢 它就在那等着 那么直到呢 这只白狗走进了什么 这个Dara相当于是 以及 叫等这只狗呢 进入了他家的院子 然后呢 它就跟在后边 这个叫 在没有什么 叫邀请的情况下 或者是 这个或者叫做 在准许 准许的情况下 然后接着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家的主人呢 然后就看到了 就看到了 这只黑狗 然后 那么它呢 就进入到了 进入到厨房里 在也是表示这个 相当于是 在没有经过 允许的情况下 所以 然后这个家里面的主人 就对它大喊 对着 人们喊 快把什么什么 撵走 撵出去 快把这只狗 这个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 意思叫做 有教养的 那么接在 后边 意思就是 没有教养的 这只狗 就说 快把这个 没有教养的 这只狗 撵出去 是谁 那么是谁 允许它 进入到这个家的呀 进入了 那么就是 允许它 进入的 接着 这个名词 是这个 这个厨师的附属 接着呢 几位厨师 就跑了出来 追在 意思就是 追赶在它的后边 抓住了它 抓住是这只黑狗 然后呢 把它扔出了 就把它从这个家里 扔了出去 然后下边 那么谁 进入到人们的家里边 这个 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那么它就被 它就值得干嘛 那么就要把它 它就会值得要 叫做被赶出去 念出 赶出 我或者是呢 而且是被蔑视 不受尊重 那么这一故事 也告诉我们说 这个 人要有懂得礼貌和教养 在 做任何事情 的时候 那么要经得 对方或者是相关人的同意 和允许 允许之后 再去做 否则的话 就不会得到 他人的尊重 然后甚至会 被赶出 或者被 那个蔑视 这里 好 我们整理一下 这个故事 它的意思 白狗和黑狗的故事 有只白狗呢 它从自己主人家里面出来 到街上 然后一只黑狗迎面向它走来 这只黑狗呢 很饥饿 在找食物 而这只白狗呢 它是叫有各种各样 所有它想要吃的食物 所以这只白狗呢 就跑回它主人的家里 然后呢 咸出一块肉 然后呢 把这块肉呢 扔给了这个黑狗 这个黑狗呢 吃了这块肉 然后 向这个白狗 摇了摇尾巴 表示感谢 之后呢 两只狗就在一起玩 这只白狗呢 想要回到 它主人的家里 但是呢 这只黑狗 一直就跟着它 然后在后边 跟着 当这两只狗呢 靠近了家的时候 这只黑狗 闻到了这个肉的味道 然后看到了这个 许多的男士和女士 以及孩子们 在这个家里边 出处进入 然后它就问这只白狗 你们这儿有什么聚会吗 这只白狗就回答它说 我们这儿有一个婚礼 然后有许多的亲朋好友啊 被邀请来参加 然后这只黑狗呢 它是一个很贪婪的狗 因此就等在那儿 直到这只白狗呢 进入了自己的家里边 它就尾随在它后边 然后在未经邀请 和未经准许的情况下 这个家里面的主人呢 就看到了这只黑狗 然后看到它呢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进入了厨房 然后它们就大声喊 快把这只这个没有礼貌的 没有叫的狗赶出去 谁允许它进来的 几个厨师呢 就在它后边追着它 然后抓住它 把它扔出了家 所以那些未经主人允许 进入到他人家中的人 是会接受到 这个被赶出 或被蔑视的待遇的 黑之力 好 那么这个就是啊 这个第二个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